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映一生的宏观情况 或者说一生的总体情况 然后我们会分析人生的大事 比如事业 事业主要是开门 事业怎么样 跟个人热肝的关系 然后第三个 我们会注重身体 主要看看一生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 疾病严重不严重 那么身体呢 涉及到天瑞病心分析疾病的情况 另外同学们特别要注意 天瑞跟伤门 跟死门 跟经文的关系 如果天瑞刻上门 那么一生中特别要注意受伤的事故 如果天瑞刻死门 一生中特别要注意重大的疾病 如果天瑞刻经门 一生中特别要注意心理上的问题 这是关于身体 下面是关注婚姻 一生中间的婚姻状态 将会怎么样 关键呢 涉及到三个主要的参数 一根六合 一代表女方 根代表男方 六合代表婚恋 如果结婚了就是婚姻 如果没结婚指的是恋爱 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人一生的婚恋情况 第五 我们会注意这些人的收入情况 或者叫财运情况 财运的情况 主要考虑生门和物的关系 然后热干的关系 生门代表正常的工资收入 物代表聚财的能力 如果生门跟物 是相生彼合 那么就容易挣比较多的钱 结局比较多的财富 那么最后这个财富是在个人手上还是花出去了 要跟着干的五行关系进行比较 这是关于财运 下面是跟子女的情况 以及跟父母的情况 子女和命株 他们的关系就看死干和热干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父母和命株的关系 父母和命株的关系 就看年干和热干的关系 那么下面更深入的可以分析流年 以生下来的那一年的属相作为起点 虚税一岁 回到这个属相 虚税13岁 然后25岁 37岁等等 那么轮到属相的下一年 就是虚税2岁 然后再过一轮14岁 再过一轮26岁等等 这样的循环12个地支 就把流年可以做足以的进行分析了 那么关于流年的分析呢 有一点类同八字的每十年的大云分析 最后呢我们要关注 终身局是否服饮或者反应 如果服饮反应呢 往往代表一生比较纠结 服饮局一生遇到很多事情 要改变比较难 比较慢 反应局呢 纠结 但是事情老在变化 反复至终 但是有一个例外 终身局为天线四个 通常六甲时辰诞生的人 我们称之为天线四个 他们的终身奇门局是新门干复印 一生会经历坡着和坎坷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这被称之为天线四个的特点 那么关于一个人终身局的基本情况和分析的方法 我做这样一个简要的介绍 下面我们结合两个具体的案例 来进行讨论 一位男性的 一位女性的 同学们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是一位女士的终身局的分析 这位女士诞生于1967年11月12号7点13分 她的终身奇门局在板上显示 我们首先对这个局进行基本的分析 丁卫年 丁 年干 新亥月 新 月干 亥月旺 水旺 根层 热 热干 这是生命的核心 耿层石 石干 下面我们把空找出来 生有空 生有空 下面我们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六级 物 极六级 根六级 新没有 人六级 下面我们检查一下 有没有六级 有没有六级 根六级 人六级 这里一归没有 一 丙物 有丙有物 两个六级 丙六级 物六级 马兴 成石 生子成 对着生 更入目不存在 我们看看有没有反应 佛影 我们发现有 修门 这是反应了门 反应 其他的没有了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终身局的分析 首先 这个大格局是门 反应 说明 命主 一辈子 在人际关系上 有所反复 有所纠缉 下面我们来分析生命的核心 日干的路工 宏观一生到底如何 日干死干都在更土工 连 天赋 说明一生外环境还是不错的 这一生的容易跟文化 打交道 临死门 还是反应了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处理的比较失败 因此人际关系要注意 要学会处理 林太英 暗中 还是有人帮忙的 耿嘉宾这个组合呢 是不急的 称之为 太白如影 宅必来 经常有人会来干扰 那么这就是 这为命主 一辈子的宏观的 急和不急的情况 那么这个路工 也会反映出 命主一辈子 这一的倾向 譬如 天府 代表一辈子 选择文化 教育类的事业 此门 是地产的事业 或者是兵役上章的事业 太英 中介的工作 耿京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跟公安相关的工作 一个是跟 经锁矿物相关的工作 兵 代表能源 电力的工作 整个工 是根土工 根土工呢 含有矿物的 事业 因此 这里面呢 大体上反映了 命主 比较适合的这些取向 当然干其他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先天 条件 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 这些取向 下面我们来看看事业 情况如何 事业开门 领折服 有贵人帮助 同时 也代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 会当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一般情况下 是第二把手 几家梗 和人家梗 事业上 会有一些纠缠的事情 不利的事情 那么需要 命主自己加以调整 另外事业跟命主的关系 是默刻图 说明这辈子 事业对命主有比较大的压力 另外 本身事业这个洛工 遇到六级和洛姆 也是一个有压力的事业 一个纠结的事业 这就是事业 跟民主的基本情况 下面 我们看看身体的情况 首先看天瑞 病兴 在 畜牧宫 默刻图 因此呢 天瑞 不容易忘记了 有病 也容易被打倒 那么假如将来有病的话 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们来分析天干 人若目不忘 急在这里是 帝王 而且领情 所以急的问题 向来要注意 急土的问题 耿 掌声 所以耿的问题 也是要注意 也就是说 陰土 和阳精的问题 是他将来 病应该注意的问题 急土通常是 收集到脾胃 因为急土 也跟女性的 阴部有关 跟更多的反应消化系统 大肠 所以呢 将来如果有病的话 最主要的病 是脾胃消化系统的病 也可能会涉及到 女性的 妇科的问题 因为临开门 这个病 不会突然很凶 领植服 有外因 好的外因 所以呢 不会有迅速的大的疾病 来冲击这位民主 好 我们来看看 天瑞跟 上门 死门 金门的关系 上门 克 天瑞公 所以呢 一辈子不会有 不容易有重大的 受伤事故 而且是封空的 我们再来看看 死门 天瑞克死门 那么说明 到了晚年 还是要注意重大的疾病 金门 跟天瑞 没有相克的关系 因此呢 一般情况下 不会产生重大的心理疾病 这是关于身体的情况 下面再看看婚姻的情况 那主要关注三个参数 一 耿 和六合 一 代表女方 也就是民族 也就是妻子 耿 丈夫 还有六合 婚姻 我们可以看到一耿的关系 是火生土 说明夫妻 从他们自身感情和相处来看 应该没问题 但是婚姻本身有了一些问题 因为 婚姻这个落宫在水宫 克妻子的火宫 然后丈夫的耿精在土宫 克这个婚姻的水宫 所以婚姻容易波动 说明 夫妻上方 要加以注意 否则这个波动会引发不利的后果 婚姻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波动 女方跟丙的关系 是火克精 所以呢不可能跟 其他的异性有过多的交往 南方跟丁的关系也是相克的 也不可能跟其他的异性有更多的交往 那么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引发了他们之间的问题 譬如看看有没有钱的问题 物代表钱财 那么钱财呢 跟婚姻呢是一种相克的关系 就是不希望因为经济问题 夫妻有不同的意见而争吵 那么这就是这个民族 在婚姻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下面看看子女跟民族的关系 子女看石干 民族在离火宫 石干在耕土宫 活生土 应该说跟子女的关系相处的不错 跟父母的关系 我们看年干 民族跟年干 民族跟年干的关系 是陌生火彼此相生的关系 因此跟父母也是非常好的关系 流年的分析 为 养年 作为虚税一岁 十三岁 二十五岁等等 然后 到了生年 猴年 就是二岁 十四岁 二十六岁等等 同学们自行 可以把每个工的年龄标注出来 然后每一个年龄段 相应的公里的参数 就是很可能 是这个年龄段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急的 或者是不急的 限于时间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一个案例 我们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了 同学们 现在我们介绍第二个 终身奇门局 这是一位男士的终身局 他诞生于1963年2月27号饮食 终身局的奇门图在版上 我们首先对这个奇门局 进行基本的分析 鬼毛年 鬼太岁 年干 夹引鬼月 引月 引月望 首先写上吧 木望 然后夹引鬼 用鬼代表月干 年干和月干在一起 心丑热 热肝 命足生命的核心 耿引时 食肝 下面把控写出来 成控四控 五控未控 下面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六级和录木 五级没有 根心有了 双根六级 双心六级 然后这个功没有 下面我们看录木 双根录木 下面我们看录木 双根录木 下面有 双业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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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鬼录木 马心 引石充盈 去掉一个木 然后看看 有没有浮印和繁印的问题 天音 九心 浮印 心心肝浮印 心肝浮印 门 繁印 心肝浮印 加上门繁印 说明了命主这一生 心态比较纠集 想做的事情 有时候 会比较难做 也慢做 但是有时候有反复以后 有结结毛毛的又去做了 那么这是命主的宏观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一生 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们看日干德罗宫 命主日干 位于 离火宫 那么 我们看到 新晋在这里遇到了六级 说明命主一生压力比较大 逢空 当然减轻了压力 天音外环境 所以中品 中品 修门人际关系 还不错 六和公共关系 也还不错 这不过压力太大 纠结得很 一辈子 这一的倾向 天音加上这离火工 所以信息技术 传媒广告 民族 这一的倾向 跟先天条件相吻合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看看事业开门的情况 事业的外环境天赋是好的 就太阴暗中有人庇护也是不错的 丙家丙 本来一个丙期和丙期是好的 但是两个内斗 自斗 所以呢 还造成了一些 紧张状态 逢空 事业有时候不落实 跟着关的关系 总的来说是好的 陌生活 事业力 民族 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样的 好和坏的情况 总体来讲 事业是旺 这个民族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身体的情况 我们来分析天瑞的落空 天瑞是病心 这个宫里面 我们看到了 鬼师落幕的不够旺 乙虽然落幕 但是临情 所以乙的问题 将来是病的主要考虑 另外这个宫呢 是昆土宫 当然现在目旺 所以目的病是主流 目的病主要发生肝胆系统 或者纤维系统 所以呢 民族应该注意肝胆系统和纤维系统 将来不要发生大病 临生门 内阴 说明民族自己的抗病能力比较强的 林白虎 外阴不好 也就是说得了病以后的 外部环境 外阴助力不够 这是关于民族的 身体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看天瑞病心 跟三个门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一生 可能有没有一些 注意的情况 比如我们来看上门 上门没有被天瑞所克 所以一生不容易有重大的受伤事故 精门 它是克天瑞心的 所以一生不容易有心理层方面的疾病 死门 也没有被天瑞病心所克 所以呢也不会突然发生意外疾病的重大问题 好 这是关于身体情况 下面看看一生婚恋的种的情况 那主要看三个参数 一梗六合 一梗梗 一梗梗 是一代表妻子 梗 代表丈夫 也就是命主 是徒徒彼何而对冲 这种格局我们称之为和而不同 夫妻关系是和谐的 但是有不同意见 那么会不会引起婚姻的波动呢 婚姻公 离火公 生丈夫的 跟土公 也生妻子的 坤土公 因此婚姻应该是稳定的 这是婚姻情况 下面我们看看财运的情况 看看物跟生门的关系 生门 土 生物 金 洛公 啊 生门的洛公 土 生物 财富的洛公 前金工 因此 因此 应该说财运不错 啊 这个收入 是利于慢慢聚成财富的 而且 热干 跟生门是相生的 应该是真的可以 而且生门是旺的 真的不错 啊 最后变成物 啊 那么物呢 应该说也还是可以的 当然 热干跟物的关系 是火克金的关系 要聚成财富 民主 是要非凡心血的 下面说一说 子女跟民主的关系 食干 跟热干 啊 这个关系是相生的 因此 民主跟子女的关系 保持良好 跟父母的关系 热干 跟年干的关系 又是相生的 因此 跟父母的关系 也是融洽的 应该是一个孝子 流年的分析 那么就取他 属相 毛 毛兔 是一岁 十三岁 二十五岁等等 然后到了成 龙年 就是 两岁 十四岁 二十六岁 等等 同学们自己可以把 流年 都标注在 每一个 地支 和公的旁边 以便 遇到那一年 可以去参数 进行分析 这就是 南民主的 终胜局的分析 关于终胜局 我们简要 以实力介绍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了